最重要的部分其實只要跟他講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他是一個Input Type 他是一個Tester 給他一個Name給他ID Name跟ID可以取一樣的名稱 預設值看你要不要給 有的時候有些人會希望在這邊給他一個預設值讓使用者去修改 那如果要讓他大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Test Area 就是這個地方Test Area 然後Column跟Raw以後這個當範本就好了 反正你要做表單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非常好用 以往你要讓人家在手機上記錄東西 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 那這個範例他的好處是 他有新增、有修改、有刪除、還有查詢 幾乎全部都有了 所以你這個範例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甚至做一些什麼商務 禁銷存系統也可以拿這個來做也OK 為什麼要存起來就存在Column 那你最後甚至你可以再多寫一個 就是傳回到Server上面去的程式 就可以跟Server做同步了 那裡面的重點 因為書上面的那個範例給的實在是太瑣碎了 所以我把它改一改 其實就應該一目了然了有沒有 所以以後的話 你如果需要做文字方塊就Test就好了 拿這個來改就好了 最後加個Button Button的話就是Input Name 它的Name叫什麼 ID叫什麼 最重要是Type Type是一個Button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忘記也沒關係 拿這個當範例 改一改就可以了 那將來按下插入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寫入到資料庫裡面去 就會有一個新的景點出來 OK 那今天的主要是一個新增 嗨哥